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跟韩国瑜只有差0.3个百分点 好 不管是郭台明会柯文哲从这份民调看起来 他们两个完全似乎没有独立参选的一个空间 就不能分开啦 就一定要郭柯和最好再拉一个王金平靠过来 形成郭柯王联盟 你觉得会不会变成正韩的远子弹呢 没错 绝对会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两党政治之下 我们都知道 不是讨厌蓝就是讨厌明镜 那蓝的代表当然就国民党 那绿的代表就民进党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份 影观点的民调里面 其实你注意看如果单独对影的话 蔡永跟韩国有差距 其实还在我们统计学里面三%之类 所以影的幅度也没有说非常大 尤其是在政治 包括香港 中美贸易这样的 局势那么剧烈的情况下没有赢得很多 可是最震撼的是8月6号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呢 台民党 民众党 就是要讲民众党 不是台民党 民众党 台湾民众党成立 台民党或民众党成立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民调的大区别 因为他整个造势活动算是非常久 无关是办公室 办公室 或是郭台民到底有他的记忆 这些造势已经造势很久了 你注意看那个水温是慢慢在提升 所以不要认为柯文哲是政治主委 他非常聪明 他在布所有的局 慢慢的在放风声 就撤水温就对了 没错 而且你注意看柯文哲 我第一个认为说他不会选 我已经讲了好几个月 为什么 因为柯文哲他当一党的主席 他有布局的能力 可是如果郭台民他跟他结合 那不得了啦 郭台民你注意看在这一份民调 哪怕是第三名 他的第三名民调还是比柯文哲高 为什么 因为很多的经济选民会认为说 郭台民他有这种国际观 手术还做得不错 钱又会很害 我来支持他 我看这个生活稳定 我的投资问题更稳定 或许有这样的观念存在 哇你好适合做郭沈颖八眼神 真的吗 我比那个刘小姐厉害 没有啦 所以我认为说郭台民 从这一品观点这一份民调来看的话 郭台民一旦跟柯文哲合 那不得了 为什么 因为呢 他们吸取了绿营的 所谓的立委选区 因为柯文哲要放居民 立委选区绿营的部分 会有危机感 因为从年龄层来看的话 那如果说蓝营的话 那不得了啦 原本有一些头部比较清楚的 才是说 我的经济金属不错支持哪些 的人 其实你说就是知识懒经济 对 一定会跑到这一面 所以郭柯很难不得了 绝对是震撼蛋 但是不要忘了王金平 一旦加入的时候 连陆军都准备好了 所以从这个民友的分析 就可以看起来 郭柯甚至加王的联盟 在政坛绝对会生起一个震撼蛋 没错 那我们再来看 这个郭柯王到底能不能整合呢 还要再看一段时间 可是现在对蔡英文来讲 你不管是对柯或者是对这个郭 看起来他对跟韩国瑜的这个差距 比较不大 甚至有的是追到很近 是一个百分点 没错 所以这时候副手的人选 就非常重要了 那些就我们在绿营 听到的消息啦 目前为止大家还是对蔡赖赔 也就是蔡英文配上赖青的 还是有非常多的一个期待 没错 可是最近你有一件事情 我民进党真的是看不太懂 就是蔡英文就是打电话给赖青的 喂 跟你一样好冷喔 完全不回应 不小心接档 好好好接一下 哈哈哈 你说他演得好像喔 他就是两个人很冷啊 他就是这个电话内容 大概也没谈到什么啦 好 那蔡英文就算打电话给赖青的 赖青的 赖青的人脸已回 但是呢 他右手就派了民进党主席 卓榮泰 也去找到赖青的 可是这个就怪了 先前是传出 卓榮泰有跟赖青的谈 不分区立委 哇 这真的是 让人看不出什么 你左手蔡英文找他 找赖青的当副手 你右手卓榮泰去找他做不分区 然后要是我是赖青的 我已经觉得说 你搞不好真笑欸 我又看什么模特儿 所以你只知道你是在演哪一出啊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困境啦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立法院长是 苏家全 对啊 那你这个苏家全 还没有要下来 他不是说他不接不分区了吗 哎呀这个有的时候 政治人物的话 我们听听就好了 你还真的当真 苏家全人家还在那啊 那你现在又找赖青的 你也不分区 这个不是很怪吗 那如果更糗的是 你们这个不分区 因为没有过半的话 那赖青德做一个阳春立委 那王前平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所以我会认为说 卓榮泰当然是否认这个消息 可是我必须讲 如果这个是这样的策略的话 我觉得对赖青德也不好 那对蔡英文来讲 那更是一个猪队友啦 对啦 我其实我知道一些事情 把赖青德排入不分区 是选队会有经过讨论的一般讨论 是真的有这样的部署 那有提出这样的想法 可是呢 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民进党的传统是什么 副总统不是董主席 一定是总统本来 一定去董主席 董主席要尊重 但是我相信说 左主席后来有出来讲 其实没有 我没有叫他不分区 这样只是不礼貌的行为 那 你演他好像 真的吗 因为我昨天有看他的原因 那所以 我认为说 左主席也没有 笨到说 直接去找他讲说 你出来做不分区 我们拿一个政党票 依照赖青德个性 全民进党大概都会知道 就算要蔡英文 他一定是通盘考量 第一个 派系结构的问题 还有权力分配的问题 来到他要不要跟蔡英文配 如果我配的话 我是有能力去发挥 还是无能力去发挥 我觉得这时候是经过 赖青德一般的考量 那这个蔡英文未来 会再散步毛补吗 我觉得应该要这样子 人家说 做一口化一口 所以我们现在不是杀子 不要这样 不是啦 这是政治的伦理 我第一通电话 听一下 因为要考量太多 我问我做副总统 我的恐怕也怕死 你也让我想一想 第二个的时候 不可以不要 我们来讨论 我如果做下去 我会派系 我生什么人 我如果做下去 我可以发生什么好课 我如果做下去 你的政党票可以生什么 到第三个的时候 不然我做得好 我告诉你 蔡英文的民调 回声非常多 这三顾毛补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 这是政治的SOP 好 那看起来大家都在演习 不管蓝的绿的 甚至郭柯呢 是不是都在演一出政治大戏呢 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那我们上个礼拜呢 明明有礼 继续跟大家再见咯 拜拜